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2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激货芬泰尼数量创历史新高 红木城新可负担住房项目动工 灾难性内爆失踪潜水器的五名乘客无一生还 白宫拟推出工作签证新政策 外籍劳工申请续签不必离美 中国宁夏烧烤店发生爆炸事故 31人死亡7人受伤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 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泽伦斯基称反攻不是好莱坞电影比预期要慢 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于中国总理李强说 不要以武力攻台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陈永青 6月22号旧金山报道 21号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宣布 是多机构倡议的进展 该倡议旨在解决由地方州和联邦公共安全合作伙伴组成 重点是更有效执法和破坏非法露天毒品市场活动 到目前为止 官员击货了60多公斤 芬太尼 相当于超过3000万剂致命药物 这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0% 自2021年以来同比超过了640% 该倡议的重点是解决三个关键领域的毒品市场 公开毒品销售 公共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领域被盗货物的围栏 本台记者陈永青 6月22号旧金山办报道 经过多年的规划 一个179个单元的可负担住房项目正式动工 该项目位于红木城以南非建制社区 北菲尔奥克斯的米德尔菲尔德交界处 该项目位于县菲尔奥克斯健康中心后面的县级控制地块上 它将拥有一卧到三卧的新公寓 一个儿童保育中心和社区开放空间 通过广泛的规划过程 该项目将成为住房和邻里服务设施的目标 所有公寓都将保留给收入地区 收入中位数15%到80%的家庭 将为无家可归者预留20套公寓 并接受圣马雕县卫生部的护理管理和支持服务 本台记者陈永清6月22号 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ABC桥台新闻消息 21号旧金山主要交通机构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 庆祝其首个安全出行日 向出行量最大的交通机构传播信息和消息 表明他们正在认真看待乘客的担忧 截止今年4月 在MUNI上至少发生188起事件 其中包括至少63起盗窃案 29起抢劫案和17起袭击案 尽管提高安全性是当天活动的重点 但MUNI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问题 他们正在努力解决 包括逃票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周四搜寻失踪潜水器的工作 因来悲剧性转折 美国海岸警卫队宣布 水下搜救船在沉默的泰坦尼克号附近 找到了一片残海区 据性属于失踪的泰坦号 海岸警卫队在周四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 海底发现的碎片 与压力舱的灾难性毁坏相符 这些残骸经过专家分析后 通知了乘客的家属 而运营泰坦号的Ocean Gate 证实潜水器上的五名乘客无一生还 据性五名乘客是在泰坦号 发生水下爆炸时死亡的 第一海岸警卫队区指挥官 海军少将莫格介绍称 搜救人员发现了泰坦号的 五个不同的主要碎片 海岸警卫队称 尽管环境充满挑战 但对五名乘客遗体的搜索工作 将继续进行 6月22号 联邦财政部长耶伦在巴黎表示 维持美国和中国关系至关重要 这样才能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 耶伦表示 美中双方需要在可能合作的地方 共同努力 我们有分歧 我们也坦率承认 我们确实有分歧 但他仍主张改善美中关系 表示为了维护全球稳定 合作是必要的 当天包括中国总理李强 在内的数十位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财政高官等齐聚巴黎 讨论如何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以解决债务 气候变化和贫困危机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 白宫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总统将在周四 与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 共同宣布一份前所未有的 国防科技和商业协议清单 预计拜登和莫迪将在会晤后的 联合发布会上宣布两国间的重大交易 其中包括印度从美国采购MQ-9无人机 签署美国和印度公司合作生产 下一代战斗机发动机的协议 白宫高级官员还表示 美国和印度的合作在未来 可能不再局限于印度洋 而将扩展至太平洋 6月22号 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期间 白宫发布了一份美国与印度 扩大一系列合作的情况说明 其中包括外籍人士在美国境内 办理工作签证续签的政策变化 这项新政策不仅影响很多印度籍技术劳工 一些持有HEB或LA签证的中国籍人士 也可能从中获益 白宫声明说 这项试点计划以审理某些临时工作签证 在美国境内的续签申请 申请人不再需要离开美国 回自己国家去申请续签 国务院计划2024年把该政策 扩大到更多的HEB和LA的签证持游人 并致力于把该计划 扩展到其他符合条件的签证类别 一项年度蜜蜂调查发现 全美的蜂巢去年的死亡率 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水平 养蜂人几乎失去了近一半的蜂群 科学家们表示 寄生虫、杀虫剂、饥饿和气候变化的 共同作用不断导致大量蜜蜂的死亡 调查显示去年蜂巢的年死亡率为48% 高于2022年的39% 但没有2021年50.8%的死亡率那么高 农业部称人类饮食的35%来自昆虫授粉 而蜜蜂负责80%的首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萧芳 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复阳烧烤店 21号晚发生液化石油气泄漏而引发的爆炸 至少导致31人死亡、7人受伤 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银川市领导在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宁夏多年来最严重的安全事故 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 代价极为沉重 教训极其沉痛 政府深表痛心及深感内疚 并向遇难者表示深痛哀悼 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诚挚慰问 向全市人民表示深深歉意 国家应及管理部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 已经抵达银川 除现场救援之外 烧烤店附近两座住宅楼宇 四个单元64户居民也被疏散 安置到周边酒店 并派专人安抚情绪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事发后 银川市京凤区安全生产部门 紧急发布通知 要求全区使用液化器罐的店铺 全部暂时关停 据大陆官媒报道 银川市富洋烧烤店爆炸发生后 公安部门依法控制涉事烧烤店的店长等9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伤者救治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以及加强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综合消息 银川市富洋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后 富洋烧烤店很快连夜注销 据当地民众介绍 涉事烧烤店的老板马某 是当地的企业家 身家上千万 马某名下关联9家企业 其中5家为餐饮店实体 主业均为烧烤 其中一家公贸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粉煤灰 砂石料 碎屑 水泥及制品 预制半混凝土 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 美国众议院21号 投票批准了一项 旨在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 经济关系的 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中国外交部22号表示 该协议的批准 严重违反了美方关于与台湾 只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坚决反对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签署具有主权内涵 或于中国台湾地区有官方性质的协议 中国外交部说 美国应该停止推动该协议 立即退出该协议 并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 杨小坤 21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就涉及新疆 西藏及香港问题 阐明严正立场 强烈谴责英国 澳洲等少数国家和反华 非政府组织 滥用人权理事会平台 散布虚假信息 污蔑抹黑中国 杨小坤指出 当前新疆 西藏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人权事业发展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得到切实保障 司法独立和国家安全 得到有效维护 他说 英国澳洲等少数国家 不断重复谎言谣言 进一步暴露他们的政治图谋 和险恶用心 中方奉劝这些国家 收起虚伪傲慢于偏见 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将精力用于解决本国人权问题 真正促进和保护人权 中国国务委员间外交部长秦刚 22号表示 中国与东盟成功走出一条 木林友好 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 双方合作日益成为亚太最具活力 最富成果的典范 有利促进了地区繁荣和稳定 秦刚说 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团结 及东盟共同体建设 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愿意与东盟一同弘扬合作条约的宗旨与原则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维护地区规则秩序 维护区内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雨 22号表示 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炮舰 21号通过航台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中国海警舰艇对斯特拉顿号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应对处置 甘雨强调中国海警将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巡航执法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本台综合消息 近段时间中国北方多地情热升级 当地时间22号下午 北京怀柔区气象站录得41.8摄氏度 约107.24华氏度的高温 为中国全国最热 并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记录 中国天气网报道 22号起至28号 中国华北黄淮等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取 范围和强度接近上次的高温过程 且持续时间更长 或将是今年来持续最久的高温过程 本台消息 今年的端午节就是公历6月22号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 端午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 端午节的主要庆祝活动包括华龙粥 吃粽子和挂艾草 粽子是一种由糯米和其他配料包裹而成的传统食物 通常用竹叶包裹成三角形或长方形 吃粽子也和屈原有关 传说它在投江自尽后 当地人为了防止鱼虾吃掉它的身体 纷纷将食物投入江中 其中就包括粽子 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说 看来西方势力已准备好 让乌克兰站至最后一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 西方已经向基辅提供的支持 以及将会提供的支持 本质上不会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乌克兰声称俄罗斯准备对扎布罗热核电站发动恐袭的指控 纯书调他强调刚刚视察过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给予了高度评价 乌克兰总统 资连斯基较早时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考虑以泄露辐射为目标 攻击核电站 他早前承认乌克兰反攻行动的进展不似预期 但不会因此受压而操之过急 他说 有人认为反攻是好莱坞电影很快有结果 但人命才是关键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22号在英国伦敦举行 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阐述日前访华 与习近平等人会谈的结果 会议轮值主席国日本的外相林芳正指出 向中方直接表达关切的同时 通过对话构建有建设性的稳定对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林芳正又谈到北韩上星期发射弹道导弹 指责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学议 呼吁七国集团紧密合作应对 会上也讨论了乌克兰问题 林芳正说 为了在乌克兰恢复和平与稳定 希望七国继续紧密合作 德国总理舒尔茨22号告诉德国国会 他在本周警告中国大陆官员 不要以武力实现领土变更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路透社引述舒尔茨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说 我们坚决反对所有单方面尝试通过武力或胁迫 改变东海和南中国海现状的行为 台湾问题尤其如此 他也补充 我们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状况感到担忧 舒尔茨早前接待了由中国总理李强率领的 大型中方代表团 英伦银行22号调高息率0.5% 指标利率升至5% 加幅高于市场预期 为2008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外界相信英伦银行调高息口 是要压抑当地高涨的通货膨胀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指出 降低英国的通货膨胀是央行的绝对优先事项 货币政策委员会将采取必要措施 争取让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水平 加息意味着计款人将面临更大困难 自2022年3月以来 英国的两年期按揭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了两倍 超过6% 专家警告家庭再融资难以违继时 抵押贷款违约就会成为定时炸弹 彭博经济研究预计 如果利率达到6%的市场预期水平 英国经济将陷入衰退 法国外长22号表示 总统马克龙希望参加在南非举行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法国外长科隆纳早前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访问 他其后向传媒说 访问时已向南非外长潘多尔告知马克龙的意愿 希望法国与金砖国家持续对话 但马克龙能否参加不由法国决定 而由金砖国家特别是轮值主席国南非决定 较早前法国传媒报道 马克龙也曾向南非总统喇嘛福萨表达过参加意愿 南非将于8月22号到24号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金砖国家峰会 南韩外交官员22号表示 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涉及国家安全与主权 相关问题不容妥协 萨德系统基地环平工作日前结束 基地正常营运所需的工作进入卫生 被问到中方对萨德基地运作的态度 南韩外交部官员强调 萨德是一种自卫式防御手段 保障国民不受北韩核岛威胁 维护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这名外交官还说 韩中两国一致认为需要有效管控萨德问题 以防双边关系发展受影响 韩方以此为基础处理问题 中方一直敦促韩方妥善处理萨德问题 强调对于涉及邻国安全的重大敏感问题 韩方应继续审慎行事 寻找根本解决之道 也应重视彼此安全关切 努力予以妥善处理 不使有关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绊脚石 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 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16.20点 涨幅0.37% 报收4381.89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81点 跌幅0.014% 报收33946.7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8.41点 涨幅0.95% 报收13630.6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二本市场有点用 by bwd6